阿倫 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阿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台 在台灣非常有人氣的一台吹風機 就是這台Panasonic EHCNA96 Panasonic的一個吹風機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特別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開箱來看看 這台裡面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現在就馬上把它打開來看吧 打開來就先看到這個 這個是吹風機的吸嘴 以及吹風機的本體 以及說明書 就是這一支吹風機 以它所附的一個吹頭 然後這個吹頭呢主要是用在你要 在你set的造型的時候 要裝的要不然如果你平常只是想要 吹乾頭髮的話呢就是 用這樣就可以了 不需要裝這個前面的這個接頭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設計其實是非常的奢華感 精簡奢奢華感 感覺還蠻高級的這種感覺 然後那種亮面的感覺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它這個主要的用法是什麼樣子 像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手把上面有各個階段的一種 模式 set set呢就是所謂的弱風 接下來是那個 dry dry的這個呢是比較偏強風 然後最上面呢這一個 是turbo turbo呢就是最強風 就是比dry還要更強的模式 就是最強的模式就是這邊就對了 當實際在使用這個吹風機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面板 這個面板呢就是主要是告訴你 你現在的吹風的模式是什麼 我們先用弱風 這HOT亮起來了 就是代表它現在是熱風 熱風的模式 然後如果你想要切換模式的話呢 你就需要把你按 你只要按下面的這個它就會切換 有沒有 就是像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個HOT HOT就是所謂的熱風 熱風模式跟這個CODE 冷風模式 然後另外中間有一個這種 好像類似循環的MARK 這個就是所謂的冷熱風循環的模式 這個吹風機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下面 然後這邊有個SKIN SKIN模式呢就有點像是肌膚的保濕模式 像是比如說你剛泡完澡 或是剛洗完澡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吹風機切換到冷風模式呢 再搭配這個SKIN SKIN模式呢這樣就可以幫你吹你的臉 讓你的臉能夠保濕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SCALP SCALP功能呢這個主要是用來吹你的頭皮的 當你在吹頭髮的時候 你頭皮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然後為了不要讓頭皮太過乾燥 的話就是使用這一個 SCALP模式來吹你的頭皮 好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吹風機的頭 這邊吹口的部分 跟一般的吹風機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像豬鼻子的地方 這個豬鼻子呢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主要是前面這兩個洞呢 這兩個比較大的洞呢 是強風吹出來的地方 然後旁邊的周圍這邊呢 是比較弱的風會出來的地方 這兩個強風跟弱風的相互幫助呢 就可以幫助你的頭髮更快的把它吹乾 至於上面呢 上面這個地方 中間有一個洞 跟旁邊這邊有兩個小洞 有沒有 這兩個小洞呢主要就是 礦物質的負離子所吹出來的地方 然後中間的這個洞呢 就是 ナノエ、奈米、水離子 所吹出來的地方 藉由這個上面的這三個洞呢 主要能夠幫助你的頭髮 就是當你頭髮吹乾的時候 不會讓你頭髮完全的乾燥 而是有點負有水分的那種感覺 比較不會那種 破壞你的頭髮 然後讓你頭髮不會那麼乾 然後接下來就是各位大家實驗看看 用一般的吹風機 跟用這個最新的吹風機 吹起來的感覺 到底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現在就馬上到 洗頭髮的地方去吧 走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實際的來到 就是洗洗頭髮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這一台呢 Panasonic的吹風機呢 跟阿倫自己平常在使用的吹風機 所吹出來的感覺 到底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來試用這個 平常阿倫所平常在用的吹風機 先看看吹出來的感覺會是什麼樣子 好我們現在先來把 先來洗頭髮 我們先把頭髮 先擦乾 盡量呢 把水分都去掉 大概像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先用 試試看用 我平常所使用的吹風機 吹出來的庵位是什麼樣子 好 摸起來的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 就跟一般一樣 然後我們現在呢 這一次呢就來試試看這一台 Panasonic的呢 有nanoA功能的 EHCNA96 吹起來的感覺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先 再來洗一洗頭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這台 Panasonic的吹風機到底有 吹出來的感覺到底有沒有 不一樣 好 好了 吹完了 吹完的感覺啊 吹完的感覺好像真的 感覺到頭髮好像真的好像有一點點比較柔的感覺 比較順啊 不能說柔應該算是 摸起來的感覺比較順 然後感覺還蠻不錯的喔 這可能就是它上面的這個 礦物負離子跟中間的這個 nanoA的 效用 讓你的頭髮摸起來會比較 比較滑順的感覺 像阿倫的頭髮比較短 所以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感覺 所以頭髮比較長的人呢 可能會更明顯的感覺到兩台吹風機 就是我們之前平常用的吹風機 跟這一台吹風機的 差別在哪裡喔 然後接下來我想為各位大家試試看 就是這個Skin 保濕模式 雖然說這可能刺起來 比較不會 有什麼太明顯的感覺 不過我還是會給大家示範 試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 不同的感覺 我們現在先把 臉 洗個臉 然後把臉呢 維持到半濕半濕的狀態 好的 我現在已經把 臉 臉洗完了 然後我們先稍微輕輕的 把一些比較多的水分 先稍微洗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接著用這個 使用它的 Skin模式 來吹一點 吹吹看 來吹一點 吹看看 會不會 有保濕的效果 然後在 使用保濕效果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它的風量 一定要是在最低的 就是 落風的狀態下 Skin模式 然後來吹臉 我們吹臉呢 這個 這半邊 用這個負離子 Skin 的模式把它吹乾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把它擦乾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實際來 摸摸看吧 現在這邊是用 這個部分呢 是用一般衛生紙擦乾的部分 就摸起來就是 一般 稍微有點阻力的 皮膚 然後我們現在來摸摸看這邊 嗯? 好像有一點擦耶 嗯 這邊的確是用這邊 用吹動機吹乾的部分 用Skin模式吹乾的部分呢 感覺好像有 比較有一點點比較滑喔 女生可能在這方面 會比我更加的敏感一些 就是對於 嗯 皮膚的保濕度啊 這樣 如果有興趣的人 大家不妨買一台回去自己試試看 然後 歡迎各位試完之後 再把感想再跟阿倫講 好的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了這一部 Panasonic的EHCNA96 吹風機 附帶的 礦物 負離紙 以及 NanoA的功能的吹風機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有興趣的人 不妨也可以買一台回去試試看 然後 看看吹起來的感覺 是不是真的 有像阿倫介紹的一樣這麼神 或者像人家所推薦的一樣這麼神 然後阿倫目前試用起來的感覺呢 是覺得好像跟我們之前用的吹風機 是真的有一些不一樣喔 可能也因為這不一樣 所以賺它 價錢來 又比一般的吹風機來的貴一點 對於這個吹風機有興趣的人呢 我會把它的官方網站 以及那種 Amazon的購買頁面 放在下面的地方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看 覺得喜歡的人 也不妨買一台回去自己試試看喔 那今天的阿倫Channel 就會各位大家介紹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Channel主要是為各位介紹一下 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一些日本的一些比較特別的產品 然後或者是 種種的東西的介紹 還有阿倫本身 可能試著做一些家具要為了省錢 然後做一些DIY的東西 以及一些台灣的家鄉料理的 簡單的做法等等 其實我並不是一些什麼料理老師 或是木工大師等等 然後 希望各位能夠跟著阿倫一起 試著做做做看 試著說明看看 以及 試著去踹踹看一些東西 相信大家也會 會共出一些奇妙又很有趣的一些火花 若是您對阿倫的頻道有興趣的信 按下面的按鈕 來登入阿倫的頻道 今天謝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 また皆さん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